多用电表 多用电表是一种多用仪表,一般可用来测量直流和交流电流。 直流和交流电压以及电阻等,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表盘 表盘上有电流、电压、电阻等各种量程的刻度。 2. 选择开关及各种量程。 3. 机械调铃螺丝,用于调整电流、电压零点。 4. 欧姆表的调铃旋钮,用于调整欧姆零点。 5. 表的接线插孔,红表笔插孔。 黑表笔插孔和大电流测量专用插孔。 5. 将多用电表的选择开关调节至电流档时,多用电表中的电流表电路就接通。 6. 此时可以测量电路中的电流。 6. 将多用电表的选择开关调节至电压档时,多用电表中的电压表电路就接通。 7. 此时可以测量电路中的电压。 7. 将多用电表的选择开关调节至欧姆档时,多用电表中的欧姆表电路就接通。 8. 此时可以测量电路中的电阻。 8. 使用多用电表测量电流和电压时,测量前应先检查表针是否停在左端的零位置上。 8. 如果没有停在零位置上,需用小螺丝刀轻轻轻地转动表盘中间的机械调铃螺丝,使指针指零。 8. 使用多用电表欧姆档测量电阻时,要将多用电表的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插入正负插孔并接触。 8. 看表针是否指在右端的零位置上。 8. 如果没有,就转动欧姆表的调铃旋钮,使表针指在欧姆表的零点上。 8. 测量直流电压、交流电压。 8. 直流电流时,在第二条刻度线上读出刻度值。 8. 测量交流电压12伏时,在第三条刻度线上读出刻度值。 9. 其他档位的在第二条刻度线上读出刻度值。 9. 测量电阻时,在第一条刻度线上读出刻度值。 1. 在测电流、电压时,不能带电换量程。 2. 选择量程时,要先选大的,后选小的,尽量使被测值接近于量程。 3. 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 3. 因为测量电阻时,万用表由内部电池供电。 4. 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 4. 影响测量准确性,并可能损坏表头。 4. 用弊,应使旋转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档位或空档上。 5. 长期不用,要将其内部的电池取出。 7. 速球起来 activating用程度。 2. 确后,角落通前半向。 5. 融电阻时,还有签前半向。 5. 选择融电阻时,额。